他就三十多了 我也不懂事 还觉得他很笑很笑 21世纪初 农村老汉老王遇到了一个极其糟心的事情 自家的大儿子王老大 前些年好不容易托人说成了一桩亲事 结婚之后 这王老大脾气极差 对于自己的新婚妻子又打又骂 而且还极其懒惰 人家女方实在是忍受不了 在农村这种思想有点落后的地方 不管不顾 硬是跟着王老大离了婚 在农村还被人家女方主动提出离婚 在当年可是个丢脸的事情 这让老王在村子里面 根本没法抬起头来做人 2006年好吃懒做的王老大 似乎开了窍 跟老父亲说 去南方打工 有的大钱赚 就跟着几个村子里的年轻人 一起南下去打工了 老王心里面是高兴啊 这有点晚熟的儿子 总算是长大了 知道该干什么 可谁也没成想 才出去干了不到半年的王老大 突然间又回来了 这次回来 倒还不是一个人 还带了一个挺年轻的女人 这女人的名字叫做宁宁 王老大回家之后 直接坦白说 要和宁宁结婚 两个人要过日子 老王心想 这是好事啊 自己的儿子 凭着自己的本事 找到了老婆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想了 一心子要给自己的大儿子 操办婚礼 高兴了还没几天 家里面又出生了意外 一天上午 几个绑大腰圆的汉子 坐着一辆小面包车 来到了王家院子门前 大耳头的一名男子说 她是我还在老大带回来的 那个女人 宁宁的哥哥 据这男子讲 宁宁早在出去打工之前 就已经和他们村子里面 另外的一个男人 有了婚约 现在宁宁被他们王家老大拐跑了 有婚约的那家人 现在来找宁宁的家人 要当初的聘礼 不但如此 还在他们宁宁家里大闹了一番 这让宁宁他们一家很没面子 这男子告诉王老汉 如果王老大想要娶宁宁 就得赔他们家双份的彩礼钱 不然就要把宁宁给带走 老王知道这个是咬了咬牙 砸锅卖铁 赔了人家钱 本来以为这次我们家老大 这次结了婚 还是自己讨来的婆娘 总该懂得怎么过日子了吧 谁知道这王家老大 确实懂了怎么过日子 不过是天天蹭饭过日子 王家老大和他老婆宁宁两个人 每天是一到了吃饭时间 直接跑到了老王家里的饭桌上 白吃白喝也就算了 好歹是自家人 这王家老大的老婆宁宁 脾气还大得很 要是老王家的饭菜不好吃 直接就开口大骂 还摔碗砸筷子 不单单是吃喝全靠蹭 王家老大回了村子 自己分道的地是一点也不管 老王想着那么大一块好田 也不能慌掉 他六十岁的老人 从那时起 一个人要跟两户人家的地 敲骨吸嘴 不过如此 结果到了卖粮食换钱的时候 王家老大的老婆宁宁倒是积极 带着这些自己从来没管过的粮食 跑到粮站去换钱 结果发现和别人家差不多的比起来 自己家今年打的粮食少了几百斤 是个人就想明白 六十岁的老人 一个人种两户的地打理起来 有些疏忽导致减产是很正常 我们家老大的老婆宁宁 气势汹汹地杀回了家里 抄起来用来翻到草的叉子 紧接着就跑去了老王他们居住的房子 对着自己年迈的公公婆婆就要打 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是连跑带躲 这宁宁似乎觉着草叉子在屋子里施展不开 直接一个飞扑上去 抓着自己的婆婆是又咬又啃 又转身 对着想要冲过来解围的老王一顿萌踢 这老两口可是吓得不轻 老王的妻子被打的当时只顾穿上了一件背心 如同逃命似的逃到了自己哥哥家里去 老王也是没办法 从那时起就直接躲到了自己的二儿子家里 大儿媳妇对公婆大大出手 逼得自己婆婆跑回娘家 公公躲到二儿子家 蛮横妻子最后让四个家庭家破人亡 过了些日子老王想着继续在这两个儿子家里躲着 也不算是个事情 再说当时王老大已经外出打工去了 只留下了王老大的老婆一个人在家 应当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来吧 老王这时想着跟自己两个儿子王老二跟王老三说 自己还是趁这个时候回到自己家里去住 结果这三人拎着大包小果回到老房子院子门前 一下子就傻了眼了 还没进到屋子里面 门口就传来了一股让人控制不住 连连作呕的臭气 借着光线往里面一看 这哪还叫人住的屋子 别说是人了 就算是谁家养猪的猪圈都比这屋子里干净 整间屋子是屎尿满被污水横流 三个人小心翼翼的找着落脚的地方 再看这屋子里就如同遭了贼一样 家里面住了几十年的老炕头都被人给砸碳了 屋子里面的那些柜子都被人发了个惊光不说 因为有些柜子上的锁骸 直接被人用斧子给劈烂掉 家里面用来吃饭的碗碟也都是被人砸碎了散落一地 更可气的是 倒台上的那些铁锅之类的吹具全都不翼而飞 要说是哪个电视剧想要拍个镜头 体现什么叫做兵荒马乱 这屋子直接架上个摄像机 拍上那么一圈就有了十足的镜头语言 这如同遭了贼一般的家 王老二和王老大一看就知道 这竟然是自己的大哥和大嫂的节奏 王老三年轻气盛 脾气也是暴躁 从旁边随手抄起了一根木棍 就想要到自己大哥家兴师问罪 王老二和老王两个人算是边拉边劝 总算是给性格冲动的王老三给劝回去了 这老屋本来就已经很老 如今就已经被毁到了这个程度 肯定是没办法助人了 没办法老王又只得跟着两个儿子回来 这也不知道巧还是不起 三个人刚出来院子门 就看见了王老大的老婆 站在自家院门口朝着这边张望 王老三这亲眼看到这个女人 心里面的怒气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这换谁不会生气呢 父母家的老房子是父母的养老之所 这更是王家三兄弟年幼时生活的地方 被糟蹋成了这幅羊子 王老三再也控制不住 对着自己的嫂子就是一通大骂 老王本想绕着自己的二儿子 把王老三给拉走 可王老二当时也已经是非常的气愤了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父亲和家里面 这一层面子考虑 怕是王老二都想直接冲过去 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女人 虽说这女人是自己的嫂子 争吵了一阵之后 王老三总算是在自己老父亲的劝说之下 和自己的哥哥父亲一起回到了家里 老王觉得这一次不过是嘴上的争吵 过些日子也就没什么事 可谁知道这次吵架才没过了多久 本来在外面打工的王老大突然就回到了村子 回来村子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直奔王老二的院门口 叫人大骂 也不知道王老大是怎么知道这一天 父亲老王是住在王老二家里的 王老大在门口大骂的居然是自己亲生父亲 王老二听到自己的大哥 居然就这么站在了大门口辱骂着自己家父亲 当然是不能坐视不理 出了院子门就是直接找王老大去理论 这眼看着自己的二儿子跟大儿子两个人都是国气很大 毕竟是当父亲的人手心手背他也是肉 就算关系再不好 也不想看见兄弟二人挥拳相向 也赶往跟着出去想要劝两个人各自罢了 这二人吵着吵着周围围过来的村民也是越来越多 村民们也知道王家老大是个败家子 而且他们王家这点家里面的事情绕着整个村子也不得安宁 几个村民也站出来劝着王家老兄弟各自散去别再吵 或许是这王家老大知道自己理亏 就顺着父亲老王的拉扯 二人一起朝着王老大家的方向去 还走了没几步 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幕 让现场所有人我愣住了 王家老大突然一手抓住了自己父亲老王的衣服 然后挥起右手对着自己的父亲一顿蒙锤过去 在旁边看着那个村民 还在惊讶的时候 王家老二先反应过来 赶忙冲过去连丝带拽 算是把自己父亲给救了下来 两个人就那么乱打作一团 周围看热闹的村民突见此变故都不敢言语 而两人打得凶猛 没人赶上去拉架 两个儿子的父亲老王 真正的看着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 归情相向 而自己还是被大揍的浑身酸痛做倒在地 一手捂着自己的胸口 一手垂着地面用带着哭腔的声音 说你们可不要再打了 你们都是亲兄弟啊 这话刚说没多久 从看热闹的人群里面 又挤出来的一个人 冲上去就是对着王家老大就是一脚 这来的人倒也不是外人 正是王者的老三 王家的老三年轻力胜 而且又是跟王家老二两个人 一起用力地斗着王家老大 王家老大自然是落得下风 找了个机会连滚带爬地跑着出去 一边跑还一边骂着两个弟子 王家老二和王家老三 看见我们家老大跑远了 刚才赶紧喊来了各自的妻子 扶着父亲老王到屋子里面去 老王刚进到屋子里 外面的情况又上了变故 这时候却又折了火 在看着王家老大手里面 竟然还握着一把 用来割麦子镰刀 出来有些讽刺 王家老大自从结婚之后 可从来都没碰过镰刀这个东具 这一次王老大亲手拿起来 这镰刀想要做的事情 竟然是想要对着自己 两个亲弟弟 回到乡下 王家老二和王家老三外卖 没料到这个国情寡义 不通不孝的大哥 还敢拿着这种家伙过来寻仇 虽说当时是赤手空拳 但是极为气愤 血气上涌 王家老二和王家老三 也是啥也不管冲上去 就跟自己的大哥对峙 看见这一幕的村民 也知道这事情可能要大了 匆忙又跑进了 我们家老二的院子 在外面喊刚进屋的 老王出来看看 这老王从村民的嘴里 知道这情况 这也顾不得 刚刚浑身被打得浑身疼痛 一瘸一拐的 就跟着村民们跑了出去 可到了现场 一看什么都已经完了 王家老二和王家老三 两个人呆愣地站在那 浑身上下有许多 被刀割出来的口子 身上更是沾了不少鲜血 此时的王家老大 已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原来这三兄弟 一见面之后 又吵了起来 说了没两句 王家老大直接动手 抄着自己的三地 挥舞了锋利的镰刀 王家老三连躲带闪 衣服被划破了好几处 王家老二健壮不好 过去直接将 王家老大扑倒在地 二人撕打的过程当中 王家老二趁乱 抢下了老大手里的镰刀 对着老大的肚子 狠狠地 就是几下子过去 小王家老大身上 立刻喷出了好几处鲜血 之后就软绵绵地 倒在了地上 之后警方赶到现场 这案子也再清楚不过 最终经过法院审判 二儿子和三儿子 都要各自坐上 七八年大牢 起码原本看起来 人兵兴貌在家里 最后也只落得 剩下老王和自己的老伴 而那个脚的一家人 不得安宁的大儿子媳妇 亲手毁掉了这个家之后 悄然离去不知所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的圈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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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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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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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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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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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